今天在立法院 未還委員會勞動部長許明春 接受民進黨立委洋藥質詢時 意外爆哭 原因就是許明春被洋藥批評 動用3000萬的救安基金 來補助高雄市 是在拍高雄市長陳其邁的馬屁 最後許明春先是退席 份兒離場前又補了一句說 我不幹 可以吧 但你來看一下當時場面 拍陳其邁的馬屁 我沒有要拍他的馬屁 我幹嘛要拍他馬屁 因為屬家裡高雄 你說我拍陳市長的馬屁 我覺得這樣子很 我覺得這樣的連結 未必太那個了 很有道理啊 假如25處理視線都可以扣上 如果委員你要這樣硬扣 說我拍誰的馬屁 這個我沒辦法接受 謝謝 我要問其他的啊 部長 我要問其他的啊 那個 時間到了啊 時間到了是你決定的 楊委員 楊委員 好啦 我不幹了可以吧 部長 先不要這樣子 好 做到做到 那麼可以看到立委洋藥 是不斷的來打斷 同黨籍的許明春回話 不讓他完整回應 而許明春在下臺之後呢 更是在座位上不斷的哽咽啜 似乎也是覺得自己相當委屈 大約是過了五分鐘之後 才在其他立委的安撫之下 回到會議室 繼續接受質詢其他議題 以上是最近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